電力是現代化社會基礎 臺灣電力公司為了提供穩定的電力 經過兩年的丟臂以及人材交付 總體中華協力四天班 並且在今天28號即興開港電力和葛白儀式 未來台電將能運用自己的電力 不然提供中華區處的時間電力 對附近區有時間電力的機會更是一大幫助 葛白儀式由台電配修電系統 會點促進陳明树和各個來賓共同主席 3、3、2、1 請接牌 章華館來台有兩千間傳統工藝的歌仔用戶 和89萬好的歌仔用戶 是六都以外用戶所最多的館期 更是中部地區工藝大館 我們電章店未能有任何的所信 它用中華台電工藝都是為我來處理 在經濟的時候 經濟無法配合成功輸給 所以台電中華區處四天班的成立 不僅是可以提供中華區處的四天電力 對於旁邊的所在四天電力的機會更是一大幫助 未來也可以對經濟四天工藝進行機會調動 我們現在的承包商能力既是路易的短缺 我們施工班的現有的人力也在賣相退休的高潮 太陽光電目前在彰化區營業廠裡面 已經達到533.59Mbps 那已經是全國第一 申請量一直在增加之中 那倫理技師的短缺 剛好我們的施工班在經過兩年的籌畫 那倫理的招募還有設備及機器的採購 在今天成立了 那整個倫理技師的投入 對我們彰化區處的這個 這個技師的靈活的調度被貢獻了一大注意 那也對我們彰化區處的提供穩定的供電 還有提高一個高品質的一個優質的一個服務 天氣是越來越熱 用電量大貨物增加 也讓台電面對很大的壓力 所以這次台電將發時間班的成立 也將有機器溫定工程跟技術團成的書面 努力感謝台電 先為一個歌拼這個貨物企業 以最用心的態度 貨物在地擁護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彩虹報道